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在看东西的时候看了一个小短文 说人呢要做的最简单一点最好 别想那么多 故事是说呢 一个游僧 一个和尚 他一和尚就得化缘了 这化缘出门 走了老长 他来这地方周边没什么人 他走了老长路了 大夏天的 才看到一家庄园 一家人 然后就敲门了 结果看门的人就出来了 一看是个和尚要饭的 你等着我 他说我得要口水喝 要饭 饭不饭 不重要 你得给我口水喝 天太热 走这么长路 周围都没人 他说你等着 看门的很高兴 你等着 还等近你 他不出来 给这和尚 他渴呀 大夏天的 他急呀 他说怎么还不出来 和尚就有点不耐烦了 我要口水你都不出来 就弹当当砸门 砸门 这一砸门 那个人就咔咔咔咔 赶快来了 端了一大碗 水呀 水上头呢 很怪 他还放了点麸子 麸子就是那种 就是糠吧 我不知道应该 现在年轻人知道 就是那个小麦呀 或者说什么 就是小麦呀 或者这稻子呀 那壳 大概是那意思了 这个人 要不然一看来水了 不管他 就一接过来就赶快要喝 这一接这大碗热的 给了一碗热水 上头还撒着敷子 然后这个给水慢慢喝 这一关门走了 哎呀 妈呀 给这个和尚气坏了 说你这不是成心嘛 但他又不敢扔啊 周围没村嘛 哎呀 他拿水吹着这个肤子呀 烫啊 就一点一点 口又渴 还得一点一点喝 心里那怨恨的 他就想了很多 想了很多 你知道这个人和尚嘛 和尚不是有些和尚就得讲咒语呀 下咒啊 咒人家 很多人讲这个 他就咒人家 他说我给你下福 下咒 我要口水喝 你给我 你搭下天 你这么整我啊 我跟你前无冤后无仇的 他整了 然后他就想给他下咒语 让他三年之内如何如何 这地方 你们家这房子得塌了 得下地狱去 就这意思了 然后和尚就走了 那只能走了 慢慢把水也再怎么着 他也不敢扔这水呀 他把水喝了走了 多少年 和尚嘛 多少年修挺苦的 也没修出来 他有一年又转回来 又到这地方 他记得这地方 人记好事都记不住 记坏事他永远记一辈子 人都这德 很多人就这德行 好 所以他记着呢 他到这家 说这地方我来过 给我这碗水 他一看这家 哎 没倒霉 哎呀 这还贼好 哎呀 他就有点奇怪了 他就有点晕了 他说这到底 我非得进他们家看 出什么事儿 敲门 敲门那个 还是那看门的一出来 说您怎么着啊 他说我多少年前要过一口水在你们家 你给了我这么一大碗 全是热水 上的有敷子 我今天得进门 得跟你家主人说的时候这事儿 看门说又找后张呢 来了 几年过后找后张 那进来吧 出门 这个主人是个老太太 老太一看她认识她 你说老太太没见面认识她 说你那年是要了碗水 给了你碗热水 你今天来问我为什么给你热水 不高兴 她说那天你当时要水的敲门那时候是大热天 我住的这地方周边没人 你能走到我们家门口 你已经走了很长路了 大热天走了很长路 你出了很多汗 身体很热 那时候你不能喝凉水 越凉的水你觉得解渴会对你身体伤害 你喝的越猛也对你身体有所伤害的 所以我特意给了你热水 加了敷的 上那撒点敷的 就是不让你一口喝进去 让你慢慢喝 这游僧一听这个 完了 我做了多少年和尚不如人老太太一碗水 据说游僧后来顿时就开悟了 明白了 明白了 他明白什么了 做人要简单 麻烦都是自己找的 麻烦一个人当内心中有着憎恨 他自然就是麻烦 人永远记住憎恨 不会记住别人的锦上添花 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 宁肯要更多的雪中送炭 也不要一次的锦上添花 锦上添花的人大多是拍马屁的 在今天 而雪中送炭的人是一种对生命的珍惜 那在现实的环境中 有用没用 表面看起来没用 但实际是不是这么回事 上下都是 当多大的官都是这个道理 因为他是个人 他没跳出去 而今天的环境呢 我们会看到 当你能够突破人的层面的时候 你看到这种变化 在六中全会之前 六中全会之前 习近平主要针对地方诸侯进行斩杀 六中全会之后 就在昨天是前天 人大施法掀起风波的同时 习近平对不及大员下手 BBC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中国财长楼继伟为何被意外免职 不知道他去哪儿 当然被免职了 中国当局宣布免去了全球知名的楼继伟财政部长的身份 以不大为人所知的消劫取而代之议论纷纷 为什么要在这样不确定的经济形势下免去了楼继伟的职路 在前天的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当中 登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 他的名字就是 大概的名字 中国就是一艘货轮 那习近平就是舵手 习近平在掌握着这个货轮 在开这个货轮 再转向 大概是这个意思了 一个改变中的货轮就是中国 而楼继伟他实际是一个在中共体制当中真正培养出来的专职的财经干部 而这一次对他的免职和肖杰的任职出人意表的是 现在的楼继伟没在北京 肖杰也没在北京 在随着李克强外访 他没在家就把他的官给干了 独立的亚洲市场机构的研究项目经理木特瓦尼说 楼继伟的去值造成了不确定性 因为中国这是一个世界上最不透明的经济体来说 绝不是一件好事情 楼继伟是在国际投资界人们熟悉的面孔受人尊重 所以被看成他的消失是一份损失 而肖杰他在中国的财政和税务工作了29年 被认为是财务改革的长期的倡导者 总部在美国的经济研究咨询机构研究员杰克逊说 中国希望在2018年建立和实施全国性的房产税制度 应该说肖杰是有帮助的 肖杰的背景显示他应该继续推行几年的财政政策 并且使用他的经验 那也就变成了在我的眼睛里 这是一个极端的不确定性 他分析半天为什么 其实没有分析出一个子丑阴谋 民政部的政部长副部长落马 据说跟七个女人通奸的下属给供出来的 才七个 近日网上传 中共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和副部长被双双带走调查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 李立国成为了中共内阁的第一个在任期间落马的部长 那据说他们两个人是被其下属的福采中心主任包学权供出来 而包学权是因为与七个女人通奸案发之后而被抓的 又死在女人身上了 这事儿 这事儿就不好评论了 知情者向香港的青岛日报讲 包学权丑闻曝光之后 获得了民政部部长和副部长的鼎立立保 调任中国老年协会任副主任 但是举报人妻而不舍 那包学权还是进去了 而且供出了两个部长 那我们知道 就在我们刚才看到的财政部长换人的背景之下 民政部长当时正好也都换了人了 换成了原来的中纪委副书记黄书贤 所以这前后的时间是对着的 也就是说中纪委带走李立国跟黄书贤进去 几乎是前后脚 没准大家一块推的门拉的门 就这么回事儿 习近平没让民政部部长空了 而让人掩人耳目就是黄书贤进去了 那李立国退了 但李立国去哪没说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第二个部长第三个部长出事情 还有其他的 原来二炮副司令王九荣被免去人大代表的资格 日前原二炮司令王九荣中将和已经落马的合肥市市长张庆军等四人 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被终止 那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没有到换届之际被提前免职应该是出事了 他就讲了这个王九荣的中将的履历什么的 我觉得这都不重要了 我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黄书贤 他之前离开了这个监察部部长的位置 来到了民政部部长 那财政部部长换人了 所以和这个他作为司令 作为中将官员被免去人大的身份 这都是在习近平六中全会之后 在挂出 将要挂出 他点明确讲的党内的少数的高级官员 对他怀有政治野心之前 他完全做的铺垫和准备工作 这是非常明显的做法 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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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